这一棵是龙眼 这棵是玉钻石的莲雾 桑树这个是伍佳伦的盆 大家好 我是Amy 这是我家的花园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那今天有机会带大家来参观我的花园 我就来介绍怎么形成这个花园的 这棵是龙眼 那大概种了七八年了吧 那我有一些果皮啊 还有一些那个有跟他家有机肥 所以长得还不错 那可是我也建议大家这个龙眼不要让它长得太高 因为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危险 然后这隔壁这个是火龙果 那我所有种的东西我都希望它有个家 所以这火龙果我也是种这个架子是量身定做的 那这个概念是想到小孩子小时候在学芭蕾舞的那个扶手 所以我就让它火龙果是这样长的 桑树这个是伍佳伦的盆 对现在因为是桑圣的季节 所以它果实已经长出来了 它是先长果再长叶子 这是长桑圣巴基斯坦桑圣 那我带着大家来参观一下我的花园 这个是昙花 这人家送我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还没开花 它开花非常漂亮 这是令建荷花 这个是蓝眼菊 这个是虫瓣的日本品种 非常漂亮的绣球花 这颗是枣子 我这颗枣子我是种在25加仑的盆里面 我就是有鸡蛋壳啊鸡蛋水啊 我就往这个这里面浇 然后有时候果皮我就会埋在里面 那所以它的土很肥沃 然后有很多的秋雨 这颗也是巴基斯坦桑圣 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果皮啊 鸡蛋壳我都往里面放 你上面要再铺一层土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卫生也比较美观 这里有不一样的桂花 这个是普通的四季桂 然后这盆是赤桂 就是开起来的桂花是红色的 然后这颗是橘桂 开出来的桂花是橘色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门前种一颗桂花 就是我喜欢它的寓意就是贵人来 我家门口一开门就有一颗金桂 开门大吉 对我其实不是明信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寓意很好 对所以就在我家正对门 这是我的蟹爪兰 这是另外一颗蟹爪兰 它开的时候大概是感恩节到过年的时候 大概可以开两三个月 然后它会一直在冒新的花包出来 那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放在前面就刚好圣诞节也蛮喜气 这个是龙蛇兰 对当初因为有那个盆 然后其实我才种了两三只吧 就没有很多 那现在越长越多越长越多 那我也有稍微跟它弄的比较松一点 不要让它那么密 有点像枫树 这颗是那个球兰 哇它开花好漂亮 你看这颗种在门口都多肉 然后这个好痒 然后太阳一照颜色会有变化 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很好整理很好打理 你不用多费心 一个盆是人家送我的 然后我买的这颗是很小颗 就两个不是很搭的感觉 可是慢慢种慢慢种 觉得就有点是量身定做了 这几颗玫瑰是棒棒糖 对那它下面我都尽量保持干净 不要让它就是长叶子啊或者呢 然后把它修 那有放了肥料长得非常的好 那一颗芭蜡也很久了 然后上面还钓一个鸟窝 芭蜡的土 有放了骨粉 然后也加了有机肥 可是大概两三个月要加一次了 还要再弄 我觉得芭蜡我还要再多学习 我当初这个花园就是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想再种草 然后结果就我跟师傅说的时候 我讲我的概念 我当初是以那个就是San Diego 那个花田的想法来做这个 那我想一定要V字型的 没想到师傅把我的想法做出来 我更满意 它大概就是六尺一格 六尺一格 然后我就去Home Depot买不一样的花 然后把它分散种 然后多年以后就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对 其实这些花有些我没有种 它们就是自己会一直在反复的在长 那对 有多雨水啊什么的 这颗紫藤 呀 这紫藤我把它弄成有一个家 就是种这颗紫藤 我再多做一个Pateo 然后让它紫藤能够延伸过来 这大概三年吧 可是这颗紫藤长得非常好 我前院后院我的花我都是用人工去浇的 我有自动喷水 可是我不用自动喷水 我因为我觉得我 我会去看有没有 杂草啊 还是我需要再给它一些什么养分 所以夏天我大概隔天浇一次 然后最近下雨就比较不常浇 这个小车我特别 就是在花园里面我特别喜欢做这些 比如说吊篮啊 有那个吊的花种在上面 还有这个小车 这个方向一定要往你家的门口 台语叫做大转一缸 就是说 往家里 对 然后 我没有特别的说 那这次我要让我的花园感觉比较立体 有层次 我花也可以 就是不一定都全部都放在地上 我也可以种在这里 那些花我平常我也会给它一些养分啊 给它一些肥料 来打理 这才是海域 前两天去女儿家 二丸那边 然后我看到哎 非常漂亮 我就买回来了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固庭花 可是它是黄 它是黄色的固庭花 对 可是 这一棵有13枝的花 花枝 一盆花里面 我当初是一个四寸盆 然后就去当趟 它是淘汰的 是那个批发商送我的 我拿回来种 现在 三年了吧 就现在变成这样 我有加股粉 还有加油鸡肥 然后我家 这个是多肉 然后我家这个架子是为了这两颗龙砂宝石量身定做的 然后为了他们要长到架子 我把杏树跟桃花全部要把它拉平 去年开的好漂亮好多 那可能去年开的太多了 那今年就长得比较 比较花比较少 桃树的 结的桃子非常的好吃 好 那现在进来 我的后院 这一棵是玉钻石的莲雾 对 大概种了也是七八年了吧 可是我大概高度就是跟我的铁架一样高 然后上面这棵葡萄是巨峰葡萄 这棵是碰钢 是我买房子之前的时候就有了 这个有蜂鸟 给蜂鸟吃的 糖水 多肉好漂亮 对我的草莓都种在这个 这个架子上 这个就是那个 北街雨水的那个导管 它的土壤 然后因为种在架石上的好处就是 它不会虫啊来吃啊 然后让它垂下来也很漂亮 对这个是铜钱草 我种在这里我可能会想它把它移来就是一盆一盆的 这个是就是一个花架木架里面 这个是紫色的炸酱草 紫色的炸酱草 紫色的炸酱草 我家的果树我都有买管 然后一棵果树大概买三个管 然后这个管是去Home Depot买的 买的时候它已经有打洞了 然后你把管的孔向着树 然后那个大概就是下面埋一尺上面半尺 所以一根管大概一尺半 然后用机器打洞 然后再埋进去 然后我夏天的时候灌水 我就从这三个洞灌水 所以水就不会浪费 我把那个不好的水果 还是说树上掉下来的水果 我就把它放在那个果树旁边 让它们当肥料 应该再盖一层土 这样会比较比较好 这颗是黑珍珠 刚刚那颗是绿钻石 这是我的蟹爪栏 那其实现在蟹爪栏 不应该是开花的时候 可是我不晓得这盆 为什么特别的认真 你看开得好漂亮 对其实我这个蟹爪栏 是买回来我跟它换盆 它本来是六寸盆小小的 然后我都去买那个花式 它已经开过花 它不卖的 然后我就很便宜的买回来 然后我跟它换盆 养过以后 哇慢慢就像刚刚门口那一棵那样 大概种个三年四年 然后你要不断的换盆 哇就非常的大 非常的好 这个拱门的那个龙沙宝石 要是开得更漂亮 可是它 它可能还要再两个月吧 再两个月才开 哇这去年喔 这个桃花长得更大 花开得更多 可是因为它果实长太多了 所以断了 所以少了一角 很漂亮 这是潘桃 扁桃 很好吃 应该再修小一点 太大颗了 我介绍我们隔壁的枇杷 其实它今年生比较少 不然它每年的枇杷都非常大 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没有种枇杷 因为隔壁就会长过来 没有 因为它 它连种在 长在他们家里的 它也不摘 它也不摘 还有 之前有一颗枣子也是生过来 哇 那个枣子像小苹果一样好大喔 这个黄色的是鹿莲 然后这个橘色的是金斩花 对 那白色的小白菊 那个是玛格丽特 然后这两颗 是真的是蟹爪蟹 螃蟹蟹 它有毛 然后它就是复活节 这个时间会开 然后普通的螃蟹蟹 它就是圣诞节开 所以两个时间不一样 这盆是粉色的令剑荷花 然后它是 锈针型的 非常的漂亮 开起来很像荷花 然后不大 粉红色的 哇 你看那个玫瑰开的 你看太重了都垂下来 因为我施了玫瑰的肥料 它的花就非常的大朵 非常的漂亮 这个大碗 这个是对 柠檬好像说是墨西哥种的 小粒的很小的 可是它味道非常的浓 这么小 来 冰菜 有时候会跟群组分享 有点开过了 你看这玉金香 当初是买球 一球一球的 然后好像种了 第一年没开 这连续开两三年了 然后当它卸的时候 我会把它整个清干净 可是那个球我还是留在地上 然后它就越长越多越长越多 这个叫素心兰 素心兰 对 素心兰 这也是一个花材 也是我们插花用的花材 就是跟水仙啊 跟刚刚那个 那个玉金香 对 它每年会自己重复再长 哦 玛格丽特 这玛格丽特 这玛格丽特 这个是 这个是金鱼草 对 那金鱼草种的时候 我都会 就是稍微长大一点 差不多十公分 我就会把它的头 就是那个顶端 稍微剪掉 然后它就分岔 然后就会长很多 对啊 然后再给它肥料 我这里有三个花坛 是用木头做的 那我当初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先生的朋友就告诉我们说 千万不要铺水泥 然后我们就铺砖 然后铺了砖以后呢 我现在想要用这三个花坛 我就把砖拿起来 那我大概是六尺八尺的 我就弄了三个 然后再倒土进去 我就有三个花坛 我今天用水泥的话 我就没办法这么做 对 所以有时候朋友在参考的时候 我都给他这么建议 这个这样子 之后它 丝瓜也可以爬 现在是那个什么 现在是那个百香果 对 百香果因为 已经摘完了 这个龙沙宝石开的时候 它整个拱门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 当你们要种这些有爬藤的 会让它攀的 一定要有价值 然后一定要让它有个家 然后随时关心它 随时去帮它 攀附在这个价值上 其实我前后院 我都是人工浇水 随时看说 哪里的花不好 还有长了草之类的 那我可以随时把它整理 这是百香果的价值 我当初的想法是 我在这里做插花教室 这是我的插花教室 我们就在百香果下面 还有这棵树下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插花 这个是火龙果 红色的火龙果 这个是建兰 建兰现在刚好在长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 就会开花了 这个是秋海棠 然后 这颜色我很喜欢很漂亮 这个摇椅是在Costco买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 搭配花园起来 有硬体有软体 然后这个摇椅就感觉 我们是很舒适很悠闲的 在这个家享受生活 后面那一棵是甜柠檬 它长得像柠檬 可是吃起来是 我觉得它比柳丁还好吃 它非常的清甜 那这花坛的花 这个是玛格丽特 它就是大概这个季节 它就会自己就长出来 因为花卸了 然后那些种子就会往下掉 然后现在是雨季下了雨 它就长出来了 我这盆多肉是综合的 因为我喜欢在摆设的时候就是 有一点层次 然后有一点让空间能够更饱满 这个是阳光玫瑰葡萄 那当初种的时候是完全都没有叶子 然后小燕姐教我说 就要套上塑胶袋 然后说大概套了两个月 后来长叶子我们就把叶子拿掉 现在已经有花苞了 你看有花苞了 就是这个已经是会长果了 花开花蟹 这些很美好 可是花它也会有蟹的一天 很多人问我那蟹的怎么办 我就大概是前院要十天 后院要三个礼拜 然后呢就是早上六点到八点 两个钟头 我戴上帽子拿着小板凳 然后呢就做两个钟头 扎扎实实做两个 可是我今天有事我就不做 因为不能影响我正常的工作 然后六点到八点 到八点我就不做了 因为太热了 所以这个也是要有耐心 然后你这十天 你一定要keep going 就是说你不能做两天你就不做了 那你也不需要说我就是求一个一天做两个小时 可是我这两个小时我没有要求说我要做到多少 我就是很扎实很organized的 我要把它做好 然后我明天再换下一个工作的我要做的 那你这样子你的花园就会做就会很干净会很好 你不需要说我今天要做很多 你看了你就啊怎么办 你就是能做多少算多少 可是你这个动力要持续下去 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参观我的院子 那我下次就是会再跟大家介绍说 我怎么形成这个院子我的想法 我怎么让它变成这个样子的